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UDNTV1200五間新聞 我是徐初賢 新聞開始呢 馬上來關心的是 陳志忠在美國的房子遭到查封的消息 美國司法部在14號宣布 已經查封前總統陳水扁兒子陳志忠 在美國的兩棟房產 理由是美國司法部質疑 這兩棟總價值210萬美元的房產 可能是陳志忠以貪污所得購買的 陳志忠被查封 一棟的房子一棟是位在紐約市曼哈頓的公寓 另外一棟則是在維吉尼亞州的住宅 這兩棟房子都是登記在陳志忠名下 但美國當局認為 購物款項是來自於吳淑貞的貪污所得 所以進行查封 目前美國移民即海關執法局 已經接管陳志忠在維吉尼亞的房產 而曼哈頓的公寓權狀也移交給了美國政府 美國助理司法部長布洛爾表示 將會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剷除外國官員的貪腐 維吉尼亞州的單位